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破木触碰经济花梨 千万不要乱挖别人家的木啦 只顺过得不顺 但不只是挖坟墓 触怒阿公那么简单 事情背后 竟然还有更多不为人知 国家级密心 一起来看看 巫女跟风水是合作 能不能斩妖除魔呢 来自韩国红布片 没有想到不少朋友在敲碗这部 说是韩国的票房成绩 更是超越了沙满 破木这边的破是当作洞池 意思就是要来挖坟墓 没有错这是一部 要来挖人家周先坟墓的电影 哈来看这是怎么样的一部电影 会恐怖吗 也不管哪里 乱挖坟墓都是非常禁忌的 是不是呢 就也来看到了 电影一开始 先是以飞机上的这两位 刘金高颖饰饰演的花铃 以及李道县饰演的凤吉 他们两个是在前往美国洛杉矶的飞机上 因为空服人对他说日语 这别是看到了 花铃还在小抱怨 说他不是日本人 也不管如何 一开始是看到他们两位工作性质还蛮神秘的 抵达洛杉矶之后 还有专人接机来到一家医院 并在韩国的一个刚出生小宝宝 拜访一家有钱人 大家可以慢慢知道 他们两个做的是一种教 呼吸的工作 然后过来镜头才转回到韩国这边 有崔米子饰演金上德 跟刘海正饰演高龙根 专门在帮人家挖木 他们两个是风水师张医师 电影剧情刚开始 几个部分是蛮有趣的一些铺陈 像装程飞到美国 去看一家貌似中邪的韩裔有钱人 展然展顺 甚至是更出生的小宝宝 都怪怪的 花铃跟凤吉 话来判断 说是应该他们家处分有问题 而镜上德跟高娃哥的部分 则透过了帮人看 这家人说的故事老奶奶脱毛 就可以看到了 镜头的试图 看一下遗国部分 推敲出来结论 说是有人拿走了老奶奶的牙齿 是不是真的很玄呢 怪但左右看一看 还真的是小孙子拿走了假牙 不管是由通灵懂风水 还是邏輯推论出来的 里面剧情也行出了 这四位主要角色 组合有意思的地方 可以看到龙根跟着看风水 那即使他是个基督徒 而且说假有点不干净 会贪财拿走人家光幕里的表 一开始看起来 酷酷的 花莲跟凤吉 后来飞回韩国 国外看到了 他们来找尚德跟龙根 两位合作 也是很有意思的 特别提到了 对方很有钱 有一种想要敲 对方竹杠的意味 刚开始呢 其实剧情有一种 会让人认为 他们四个都很贪财 来了解一下 与临近的日本 台湾相比较起来呢 其实还蛮特别的 像这部里面 有风水 神怪 但韩国中央信仰 有相对高比例 是新天主基督教 这大概也就是 为什么距离角色配置 会有基督长老 而且像里面 画了他们这种 韩国的物教呼吸 事实上 韩国过去历史 是有一段时间 是遭到压制的 然后前面都还 只是算小菜而已 可大概看出来 花铃跑来找尚德合作 不仅是这优势水很丰厚 也因为对方祖坟有问题 涉及到了另一种专业 所以接下来看到 他们一起去跟对方见面 主要跟他们谈的是第三代 精彩车 饰演的普志荣 就前面有说过 长男跟长孙 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普老爸 现在看起来 吃大的状况 快被逼疯了 普志荣自己 则是脑袋 耳朵不时会听到一些怪声音 而像不 他们这么有钱 移民到美国 可以过好日子 理论上 祖先坟墓 应该是风水很不错 是不是呢 但除了一调之外的 他们车子往山里面 一直开 普拉宫的坟墓 竟然是站在非常深山里面 也是相当特别的 是靠近了 北纬38 南北韩边界附近 好了 就算好野人 普志荣 带大家来到 阿公的墓这边 就算W这样 完全不懂风水的人 都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完全就不是一个有钱人 毕竟直尊 应该有了格局 包括所在地 墓就像是随便堆起来的 小土堆 甚至墓碑上面 每颗墓主人名字 上德发现反而是一串数字 这边所在的紧纬度 其中一定有猫腻 也在不知有什么问题状况之下 上德第一时间 是拒绝了帮普挖墓做处理 确实也是呢 挖了之后 就是等等后面会遇到的那些 早知道就应该坚持不要开挖的 是不是呢 不过剧情没有这样演下去 就没意思了 将今年诱惑 对方愿意付一大笔钱来请他们 再回到范围之后 大家就在一起再讨论一回 过来这边也就看到 花铃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嗯 花铃提出一边在上德 他们挖墓的过程中 同时的一边 只有花铃跟凤琪 他们要来跳大神 就类似了台湾道教 K党那样的仪式 上德后来还是硬着头皮带的 就要以济世 做法方式来掩护上德 他们挖墓过程 练游几段 包括这一段是WG最特别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到 里面不一样韩国无教仪式 像是一边以凤琪为首 打鼓的节奏引导之下 一边是花铃手舌刀气 对着有蜘蛛砍来砍去 看到了这是一种 黑党舞蹈形式来进行仪式 而里面挖墓的部分 对应五只鼠猪的大汉 仪式开始之后 则是由他们来进行 开挖坟墓的动作 接下来仪式跟挖墓 这段过程还算是顺利 然后也因应了普世荣的要求 不想开关 要把光木挖出来之后 直接送去烧 不过后面接下来 就开始碰到了不少问题 像是把光木挖出来 送下山之后 将开始下起了大雨 里面说下了雨天 不适合火化 联系之后 只能先把光木 送到一家医院太平间寄放 也看到了五位大汉 处理善后的过程 其中一位汉道 突然冒出来一只怪蛇 吓一大跳 是用山之马来之蛇 前了两半 接下来是七夜叫声 这种情况诡异自己 甚至医院里面 有人敲开关木 想要脱之前的东西吗 有不关心东西 从中创出来 总之一整个大事不妙 波木的导演是张宰仙 剧情确实也是选之又选啊 虽然前半段是描述了 主婚有问题 主线是不安宁 也是在破墨之后 一堆怪事开始接踵而来 像是没错 美开关还是确认了 是不自动他阿公做怪 因为过来有一段他阿公跑去美国 挂掉他老爸 然后再回来韩国他住宿饭店 要对他下毒手 甚至看出生小宝宝 差一点点也遭到杀害 好家战士 在试着招呼回来 不成功之后 立马连速其他家族同意 小宝宝后来没事 老跟他们经济地 把尸体延带关木 一起给火化掉了 只不他们就还想说 应该不会那么简单结束吧 韩国电影的叙事 一向是 也不是普通取责而著名的 关接下来 还有更大条问题 刚刚不是说过 工人遇到怪蛇吗 过来就看到了 那位工人后来雷似中邪 桑德去探望他之后 又再跑去 深山那座墓穴 一探究竟 没有想到 桑德竟然在底下 发现了 另一个更古老的关木 北纬38度线 神秘的立冠 原来是日本的异扬师 狐狸斩断的老虎的腰 还起了更加诡异的另一段 而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到电影 或想保有点神秘感的人 请你看到这里 相对的 前面阿公所任性 要干掉死寸 后代部分 后半段 尼趴 则是揭开了 更惊悚 不可思议情节 桑德 他们综合根据的各种线索 拼抽出来 传说中邦普 他们家找到墓穴和尚 所说的村上 而这种身份竟然是来自日本被称为狐狸的阴阳师 哈 后半段跟我们还钱的资讯量可能大爆炸 包括普阿公原来是亲自将军 但实则是被春山利用了 就那时候 枪之处然是被用来掩护北欧大秘密 春山就是狐狸 它是用风水之处来破坏韩国国势 狐狸斩断了老虎人妖 老虎指的就是朝鲜半岛 像这样 韩国人说整个朝鲜半岛是一只老虎形状 也跟韩国有铁专传说相关 日本用来破坏韩国风水 而这个墓穴位置是在位于北纬38度县的边界上 恰恰就是跟后来南北韩分界线符合 这其中说来也有意味着遭到阴阳师破坏风水 所以才造成分裂的 苏石雅王宝站的铁铁团其实是为了要破坏正式都没成功 也看到这些是随着诡异的立冠被画出来 之后他们激放在弗国势 在借住了一晚当中 大大糟糕了 里面东东跑出来大闹 变成了巨大鬼火 上述这些细节 随着事后的追查才慢慢明朗化 不过又到底要如何对付这些巨大可怕的东东呢 也说一下也要挑战最后魔王大boss是哪位呢 里面说到了这不是一般的鬼魂邪灵而是精怪 除了连理之外 还有像铁装其他成分所结合成的 然后这位形象是日本将军的精怪又是谁 里面并没有直接说出名字 但也有一些相关线索 其实综合了好几个日本武将的形象 像武功头盔的一达城时成功打朝鲜的加上轻战 不过如果已被砍头打过官员之战 张大德士这几个线索来看的话更偏向了 是指向了时间三成 哈非常有意思的 最近有另一部木武将军 很不刚好解释这一段就有点小剧透了 这位的结局 而过来 除凤击前面被精怪所伤 也有种一些状况 凤击在医院休息之外 其他三个准备要来破解 他们利用了香鱼引诱日本鬼出来 花铃拖住他 另一面只有上德跟龙根要去把除掉铁装 也蛮有意思的 除掉日本鬼的方式利用到了五行 原来铁装是一把武士刀插在将军身体里面 然后日本鬼是一个燃烧铁的状态 上德另外一场破解这刀 就是利用三尸的木装 没有错 就利用水手拿起来木装 起来三尸 就利用这只木装 最后将可怕的日本鬼给屁挂了啦 总结来说 算是恐怖片吗?是一种出意料光眼惊喜 还以为是在看鬼片的 但不给屁 我以为到小辣恐怖等级 老实说并不是很恐怖 主要是前后两大主题的落差 前面挖祖坟阿公出来闹 杀害后代子孙的部分 确实是有一点鬼片那种小惊吓 但后半段是神鬼片 找到触摸 左向则是偏向了血腥杀戮的小惊悚 还是不错看呐 特别是引进去一点 综合了各种传说 只不过WG也是认为 韩国电影怎么说呢? 很喜欢就整个拉伸到民族的情绪 故事说说着 总是会扯到 不管是北韩 中国 日本 跟美国的纠葛 而故事结局 还算是一个happy ending哦 四位主角都安全下装 上德是有受伤 但没事 凤其也慢慢康复 他们在上德病房吃得很开心 以及后面看到大家 去参加上德女儿的婚礼 算是可起可贺 而如果想知道有什么不比 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反转片尾啦 但也很难说 其实如果想出续集的话 天下的神怪何其多 还是可以另开其他故事篇章来演 是不是呢? 除了并不知道非常恐怖 大战评价都还不错 娱乐性蛮高的 暂时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看 大概就是这样啦 还有什么意见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部破幕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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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